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 以后经常来 不要钱 没事 大妹子 你也来了 我那舞蹈你教我那个 我练了好几天 你看我练得现在对不对 拉丁 对不对 对了 没错吧 谢谢你 我舞蹈老师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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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大家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吗 生活越来越灿烂 老了老了还来一顿黄昏恋 我跟我的黄大妹的小娟感情 那是顺利进展 她儿子小超跟我站在一条阵线 哎呀 非要给我这小店装修 往大了干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我现在火红年代这嘎上店 马上就成为正宗的旗舰店了 你说我给不给利 别光我给利 你们呢也给点利 经常光顾我这小店 是不是啊 我在这里给大家座椅了 我在这里给大家鞠躬了 我在这里给大家磕头了 这地怎么还没擦干净啊 清静 清静 天窄升级恭喜恭喜 哎呀 送点大礼 惊不惊喜 他惊啥 写不就气球吗 还惊喜 这不是一般的气球 寓意老深刻了 在小区对门那火锅店 为啥那么火 就因为开业那天 他们老板穿的不是西服 也不是唐装 就穿了一身气球 那现在这么矮卖 红红火火的 我那天数了 他身上一共八个球 我这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觉 这老些球都不掉多少了 你穿上试试呗 有心人 清静 不是 你真是个有心人哪 这是我万没有想到的 你还能这么 哎呀 太好了 哎呀 真好 哎呀 哎呀 哎 清静 我发现一个问题 你选气球的颜色 特别的环保 是吧 我穿上这事 可以到大海里去游泳了 是 你不但会游泳 穿上它 你还能长瘦呢 没错 绝对长 你知道我这个叫啥名不 啥名 这叫招财尽宝球衣 招财尽宝球衣 对 哦 太好了 真点谢谢你啊 哎不客气 你可以回家 啊 我不回去 我回去 我就不走了今天 不是你干嘛就不走了你啊 不是咱得说的说的啊 打你市营业 我是不天天在这帮忙 是啊 你现在有旗舰店了 你就不能拼我给你打个工啥的吗 打啥工啊 再说你能干啥呀 我给你当厨师 当厨师 你会做啥 我除了嘎啦汤 什么都会做 我这除了嘎啦汤 什么都不用做 那我给你当门头 哎呦我地马 就这么模样还当门头呢 现在是减肥的健康时代 因为别人到我这吃嘎啦汤 完了一看着门口 站个十二 谁还敢进来喝嘎嘎汤啊 谁喜欢 你行了你赶紧走 你干嘛你怎么推我 我没碰你 你自己把自己推出一里多地 你怨谁呀 你静下你这么 你看我能干的啥 你让我干啥都行 不行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是不是 我带你前台 我给你开个票啥的不行吗 就你 大字不识几个 还要给我开票 谁大字不识几个 我什么字不认识啊 好我问问你 三个口螺在一起念什么 三个口螺 念品 三个木螺在一起 念森 三个水螺在一起呢 念秒 三个一螺在一起念什么 三个一 哎 念三 就你这智商还要给我开票啊 你这是绕腾我你 还我绕腾你 不是 我干啥都行 你别缠着我啊 我以前曾经跟你多次说过 你是钱顺风的老丈人 是我亲家 咱俩是实在亲戚 你说你在我这小店给我打工 我一个月给你开多少工资合适 不你怎么老往钱上落呢 我不是跟你说过嘛 我就是不爱在家待着了 我在家待着着急上火 你们看着都起真眼了嘛 我怕呆出病来 你就让我上去打工 我一个月给你开点钱都行 不是 你照这么说 你一个月能给我开多少钱 我兜了有多少钱 我就给你开多少钱 你翻翻 他说三百 啥时候给啊 现在就给 不行 你下班了 谢谢啊 记住啊 以后每个月这一天都到这儿给我开工资啊 放心吧 咱不差事 招财劲宝医 还没得开门呢 就先挣三百块钱 走了走了走了 哎呀 这位另一个 哎呀 妈我回来了 哎呀 下来 我们俩 哎 干什么 哎 看我爸爸 我爸爸这个造型有点别致啊 是 哎 好像像一个动物 啥呢 青蛙 别胡说八道 哥 啊 叔怎么能像青蛙呢 那像啥 蛤蟆 怎么能像蛤蟆 还有个尾巴呢 那就是壁虎 这边点 什么说什么玩意呢 爸 我们来了 我特别好奇啊 你们俩怎么凑在一起了 哎呀爸呀 我以前我真不知道小超是黄小娟阿姨的儿子呀 对 我跟小超 我们原来就是好朋友 嘿嘿嘿嘿嘿 叔啊 我跟您说呀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我刚干生意那会儿 钱总就我大哥 对嘿嘿嘿 下来 下来 哎呀 哎呀 习惯好好说话 好好说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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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不是啥外人 哎呀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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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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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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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把围裙都弄上 好嘞 好嘞 爸这个店升级了 啊 开始干活 好 干起来 哎 哎 开开开开 太好了 收拾赶紧啊 小超 全靠你了啊 哎 哎 儿子 人家干活你干啥呀 我陪你下盘棋 不是 人家干活你陪我下盘棋 这和 小超啊 哎哎 师傅 过来过来过来 来 来 咱爷仨一起下盘棋 哎 嘿 师傅 下象棋是俩人玩的 咱要撒人的话 就得打麻将 那个打麻将不行了 缺一个人呢 我叫我岳父去 你别叫 别叫你岳父 你岳父此时此刻 在家正郁闷呢 怎么的了 赚圈呢 他今天呢 损失了三百块钱 他正在那合计 因为啥呢 是 你用啥呀 哎呀咱别管因为啥了啊 你这样 来来来 儿子来 你带上来 哎哎 来来来来 把这个拖下来 咋着 拖下来 来 这个给我 啊 不是 这干啥 这都都给我了 这是 装齐了 干啥呀 今天 干活呗 那你分配分配啊 今天呢 有两项任务 啊 一个呢是清洁卫生 哦 第二项呢是采购 好 那个儿子 哎 你那负责 把这个店里的地 给我擦干净了 没问题 嗯 行 小超干啥 他也擦 好 说我擦啥 那个你把我的手机 屏幕给我擦干净 好嘞 等会儿吧 你分配工作 能不能一碗水 端屏了我 我怎么没端屏啊 我擦地 他擦手机屏幕 这平方面积 差不老少呢 不都是擦吗 你计较这干嘛呀 不是 儿子 这个手机 对你爸来说 好重要啊 知道吗 我出来进去的账 全用手机来划 哦 是吧 而且到晚上 我跟你黄姨聊天的时候 就用手机给他发微信 你说重要不重要 重要重要 太重要了 是吧 行行行 理解了吧 理解了 行了干活吧 那行 那擦吧 哎 叔叔给您擦啊 哎哎 哎哎 擦吧 哎哎 你妈最近这几天 没说我啥呀 最近啊 昨天晚上还跟我说 您来着 昨天晚上跟我说 说你前叔这人呀 心地善良 特别精明 心里特美 说得对 就是长得磕尘 哈哈哈哈 你笑啥 你长得好看呢 那我也随你 气 哎 少儿啊 哎 你妈就没说点别的 别 啊 还说了 说您呀 这人能言善道 多才多艺 浑身上下都是特长 哎 对对对 就是腿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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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抬腿哎哎呀 哎呀 爸你不用抬你腿短 哎呀我是听出来了爸 黄阿姨呀这一天到晚也没说你好话呀我乐意赶紧擦你的地 擦完了擦完你 叔我这也擦完了 哎呀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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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看看儿子就擦着手机屏幕擦的啊 正亮正亮正亮的 这字看得特别清楚啊是不是 你看看你力擦的 我蹲夜一看二十几个脚印 赶紧赶紧擦 擦完了差不多得了 爸赶紧再分配下一项工作吧 行 我不是下一项工作啊啊 啊 下一项工作是采购 采购 哎采购 你们俩挑啊 哎哎哎哎 那个 不是爸 分配之前你可一碗水得端平了啊 你放心我肯定端平了啊 那个一个那是一箱酱油 一个那是五百斤白面啊 说我先挑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让你大哥先挑啊 对大哥先挑 儿子哎 你说爸这碗水端的平不 那我是你亲儿子 哎呀 五百斤白面一箱酱油 我来一箱酱油 行那我来那五百斤白面 好 儿子哎去超市扛一箱酱油回来 好嘞 啊那个超啊哎 你在手机上订那个五百斤白面 完他们自己给送上 好嘞 等会儿 爸呀 嗯 我刚才小脑这么一拘令 我恍然大悟 那个小超人家是客人呢 对吧 我怎么能让兄弟干这么重的活呢 这么对吧 我来五百斤白面 哎对 那我来那一箱酱油 行 哎嘿 那个这样 你在网上订一箱酱油 他们自己给送来 好嘞 你那到超市扛五百斤白面回来 爸爸 你是我亲爸爸吗 我可是你的亲儿子 小超是黄阿姨的儿子 黄阿姨还没嫁给你呢 干啥呀 一碗水端不平就端不平吧 你扣斗子了 你都啊 我怎么 不是我是你亲爹 我跟你说话不好使吗 你是不是好使 你说这不能这样 叔叔不好意思 哎呀我怎么给您弄破了叔 没事 弄得好 我正好是胳膊没处放的 其实我早就想弄破了 一直没捅住手来 你知道吗 弄得好孩子 弄得好弄得好 那你在那边破一个 那这边不对称了 你要干啥 这是你老丈送我的招财进宝衣 你把气球弄破了 那以后还能招财吗 爸爸 你咋的了今天呀 他给你整破一个 你说好 我跟你整破一个 你从我好 那难得一样吗 那怎么不一样呢 小超弄的这个事 气球一响黄金万两 我这是啥 气球一爆 你老丈准到 我老丈来干啥呀 还干啥 在家想过味了 到这来跟我要钱了 清清 我还要 哎呦我你妈 真让我太灵了 真准 把钱给我 不是 那个什么 不是不是我刚才给你钱 什么晚上 我回家在屋里赚二十多圈 我才明白过来 我给你打工 你应该给我钱 我也没跟你 是你自己主动非要给我的 行给你 你不就三百块钱 对你这种人就不能客气 我在某种看半天了 当老人有你这样的吗 啊 自己儿子 那个是他黄阿姨儿子 你咋就这么一碗水端不平呢 啊 那前世伯把这屋里的地全擦了 这胖小子擦个手机瓶 买一箱酱油 前世伯得扛回来 他买五百斤面 手机上一滑了就买完了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我怎么欺负人呢 再说了 我是他爹 我欺负我儿子咋的 你这儿子也有我一半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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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女婿 一个女婿半儿 你喜欢他就不行 爸爸 爸爸 胖小子 你把门口的一百斤面扛进来 嘿嘿嘿嘿 别别别别别别 刚下这单还没到货呢 你这单没到货呢 上单订的一百斤白面就在门口呢 扛进来 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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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这人咋 我就这样 都让他干点活能咋的 不是那个 差 哎 你看 哎 你看 爸 来来来 你看看 来给我 不行 你看那边 不是说你干啥 给我 给我 我爸这是咋的了今天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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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呀哎哎哎哎 你真不明白 你这是啥毛病啊 他干一点活你就舍不得 你儿子怎么干你都舍得 不就是他妈跟你好吗 不就是他给你投资俩钱 你至于吗 什么毛病 还你扛道面 你还没有面臣呢 你扛什么面 你看这个样子 我要不扶着脸都贴地了 现在钱脸都平了 什么呀这是 你太不像话了你 我跟你说爸 我送你几个字 你就是娶了媳妇忘了儿 你接 你们懂什么 你们明白什么 小超他妈 我黄大妹子曾经跟我说过 他爸爸病重在床的时候 每次去医院 都是小超 背着他爸 下楼 上楼 他们家住的是六楼啊 这孩子一背就是八年 当年他才十五岁 他爸爸走后 这孩子落了一个腰鸡老损的毛病 现在一点都不能干中火 一干活腰就疼 这是个大小子你们知道吗 而且到咱家来咱怎么能让人干中火呢 爸 我不知道这事啊 你这兄弟也是 你咋不早说呢 我要知道你腰不好 上星期那半吨水泥 我打死我也不能让你扛啊 疼死我了你都 没事大哥 叔啊 没事那都是过去事 我现在腰老好了 早就好了真没事 真好 您别说这一袋面了 大哥 兄弟 来 没事嘛 下来 你是好啊上算下跳的 好了 真没事了 你看 他身体已经没事了 从今以后 你可得把一碗水端平 不对 这一碗水就不能端平咯 哎 叔啊 顺夫人是我大哥 他给您当了三十多年儿子了 给您进了三十多年的孝道 我跟您的缘分啊 刚开始 我妈这辈子不容易啊 您只要对我妈好好好好的疼她 您就是我亲爹 我肯定我好好孝顺您 说得好 等您跟我妈结婚以后 我跟大哥才能是亲兄弟 到那时候 您再把这一碗水啊 端平了 哎呀我兄弟说得好 说得好 说得好 好 下面我重新布置一下任务 哎 前顺风 哎 你负责把桌子摆整齐了 哦 小强 到 你把灯子给我摆齐了 好嘞 老范到 你负责回家了 我回什么家呀 你就让我这给你打打工不行吗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是前顺风的老丈人 你是我亲家 咱俩属于实在金钱 你说你载我的小店打工 我一个月给你多少工资合适 我跟你也说过多少次了 我载这打工不是为了钱 只要你用我 我一月给你开点钱都行 那你一个月能够开多少钱 我都是有多少钱 我就给你多少钱 你翻翻 三百 啥时候给 现在就给 行了你下班了 谢谢啊 招财金宝宜太灵了 钱又回来了 为什么回 我太晚些 全是这气球仪惹的祸 钱师傅把他给我堵住 跑不了 我哪跑啊你 爸 没事吧你 哎呀 没事 跟你开玩笑的 你说就这破球仪 爸能相信他吗 还招财劲宝 就是骗人的 我跟你们说句实话 哎 我这辈子 只要有你们三个儿子孝敬我 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放心吧爸 只要有我们个傻在 我真是 大小金 注意 走 快去 帮忙 走 快去 你